6月14日消息 极简手机Light Phone 9ii正式发布 将于2025年1月开始发货 标价为799美元 首发预定想半价399美元 当前约2896元人民币 上一代Light Phone 9ii手机 目前标价299美元 当前约2170元人民币 于2018年发布 时隔6年才正式推出新款Light Phone 9ii Light Phone 9ii配备了更新的处理器 更大的显示屏和更大的电池 不过依然主打极简 只能用基础功能 配有3.92英寸1080x1240分辨率 AMOLED黑白显示屏 上一代为2.84英寸480x600刷新率 提升到60Hz 不再有操控卡顿情况 Light Phone 9ii采用牙光玻璃 在户外使用时可以防止眩光 不过该屏幕的护眼效果 依然比不上墨水平 优势使刷新率够高 新机还配有50MP后置摄像头 加加8MP前置摄像头 支持指纹识别 5G网络 采用IP54防水防尘铝制机身 尺寸为106x72x12毫米 重124克 该机搭载高通骁龙四镇2 SM4450处理器 配备6GB内存 加加128GB存储空间 USB2.0 Type-C接口 以及1800两毛电池可更换设计 新机的按键也比较有意思 机身左侧有一个滚轮 滚动可调节屏幕亮度 按压可打开LED手电筒 机身右侧则有实体拍照按键 类似诺基亚露米尔的拍照按键设计 采用两段式触发 第一段为对焦第二段为拍照 Light Phone 9ii支持蓝牙5.0 NFC、GPS以及4G LTE和5G网络 由于集成了ESOM和NANO SIM卡插槽 该机还支持双SOM卡 音频方面 Light Phone 9ii有两个麦克风和一组立体声扬声器 但没有耳机插口 因此只能使用蓝牙耳机或USB-C转耳机接口 该机运行一个名为Light OS的简易操作系统 附带一组基本工具而不是应用 包括闹钟计算器、日历、文件、导航、热点、音乐、笔记语音被忘录 播客、定时器、变化、短信 不过据的Virt报道 该公司至少正在考虑在未来增加Light Phone 9ii对Spotify Uber、Live或其他消息应用等流行服务的支持